那时候还有人说你是刘德华接班人 我到现在都还没接得到 刘德华也是我的偶像 他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榜样 你怎么娶台湾老婆快20年了 然后你现在才拿到居留学 其实我女儿也在台湾出生嘛 其实我女儿也在台湾出生嘛 过去那么多年 那么多年 的话也是一直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 其实我都没有想 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觉得老的话都还早 有人帮我算了一下 我有107岁命的 你有去算过吗 我自己都会算 我有玩那些 易镜 八字 只为24年前 这些朋友就问我 就有登出来就是说 刘西明帮我自己算的话 哪一年会结婚 那个时候我就说 我帮我自己算的话是2001年 真的是啊 那你有帮别的设计 有 97年初吧 我在天津那边在拍一个戏 然后我也帮过 一个小女孩 算了一下 那我就说哎 你明年98年 1998年会走10年的大好运 然后真的吗 是啊 97年下半年的话 他就去拍了一个戏 叫环珠格格 变个人之灵机 然后98年一播的话 哇 就就火起来了 就是我从我刚刚进这一行的话 我就没有想过我要当主角 刚刚大学毕业的话 音乐系误打误撞的去玩 玩了之后然后就拿了奖 最后的话就尝尝看吧 就签了产美公司 就叫我去读那个五千台的训练班 那个时候我也挺抗拒的 我说我不会演戏 然后训练班都还没毕业 就被TVB就抓去拍了第一部戏 那个就是《一不容情》 我这个人我不会说是要争啊 要争取什么东西啊 看了看了挺开的 家庭和睦然后健健康康 嗯 工作上虽然不是说很飞黄腾达这样 我就说OK就可以了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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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窃的 下去 感谢观看